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前记者沃夫Michael Wolff的新书《烈焰与怒火》,川普白宫揭秘,Fire and Theory,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将在美国出版文中爆料多项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秘心,其中提到川普女儿伊凡卡,Iveka Trump也可能选总统,希望能成为美国首任女总统。 BBC报道,沃夫新书爆料,伊凡卡和丈夫库什纳Jap Kuzanir达成了一项协议,将来可能由伊凡卡接下川普棒子竞选总统大卫。 文中提到,伊凡卡和库什纳会搬入白宫起义二楼办公室接下白宫职务,就是为了帮伊凡卡未来总统之路先行磨练,希望一举踢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。 沃夫在书中还提到川普在当选之夜的情绪变化。 川普长子小唐纳川普Donald Trump Jr. 透露川普的票数开始超越希拉蕊时,川普其实露出看到鬼的表情,等到大势底定时又突然变一个人,开始相信这是他应得的,并开始认为自己能当当起美国总统的重责大任。 至于继母梅兰尼亚,Millania,Trump则流下非喜悦的眼泪。 另外沃夫也爆料川普的白宫生活,习惯指出川普夫妻是甘乃迪John F. Kennedy后首任分房税的总统与第一夫人且川普入住白宫的第一天,就觉得白宫让他烦恼且感到些微恐惧。